1月6日,生日快乐,圣女贞德中阿弗尔特。 圣女贞德又一围让纳达尔克,后世尊称圣女贞德是法国的军事家、天主教圣人、法国的民族英雄。 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她带领法兰西王国军队对抗英格兰王国军队的入侵。 最后被捕并被处以火刑,真的是出生于法国农村的少女。 传说在她13岁时的一日,在村后的大树下遇见天使圣米尔、圣马加利大和圣迦大勒纳。 从而得到天主的启示,要求她带兵收复当时由英格兰人占领的法国师弟。 后来她几番转折,得到兵权,于1429年节奥尔良之为,成为文明法国的女英雄,后带兵多次打败英格兰的侵略者。 更促使拥有王位成继权的查理七世于同年7月16日的以加冕。 然而真的于1430年在康比涅一次小冲突中为伯根帝公国所服,不久为英格兰人以重金购去。 由英格兰当局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以异端和女巫罪判处她火刑,于1431年5月30日在法国卢王当众处死。 而当英军最终在1450年代的福尔米尼战役和卡斯蒂勇战役遭到歼灭,被彻底逐出法国时。 贞德年老的母亲说服教宗加里多三世重新审判贞德的案子,最终于1456年为他平反。 1920年,教宗本赌十五世将贞德封为圣女。 1月6日,生日快乐,圣女贞德州阿福尔克。 法国人眼中的圣女,英国人眼中的魔女,她竟被活活烧死。 历史上英国人称,真的为女巫,并找了一位神学博士在教会法庭宣判为异端,魔女,并将她残酷处死。 但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许多法国人心目中她是永远的圣女,是法国伟大的民族英雄。 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蒂公爵威廉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国王之后。 英法两国封建君主在领土归属和王位继承上经常出现纠纷。 矛盾和纠纷中引发了1337年到1453年。 英法两国间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历史上称之为百年战争。 战争初期,法国连连战败,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一位法国农村姑娘挺身而出,唤醒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这个姑娘就是真的。 1412年1月6日,真的生于法国阿登和洛林两个大区中间。 一个叫杜瑞来的山村,真的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影响,形成了非常坚强的性格。 他生活的时代正处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当时法国的大半国土已经被英军占领了。 正是因为法国伯根地公爵与英军勾结导致了法军连连溃败。 甄德的家乡,深受战乱的危害。 甄德在小时候便逐渐树立了保卫家园,为国出力的决心。 1428年,英军又向法国大举进攻,东南部的重镇奥尔良镇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不久,奥尔良被英国军队围困,情况危急。 年轻的甄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中军勤王的意识,将解放法国看成是上帝委托他办理的事情。 于是,他自称在梦中获得了上帝的启示。 上帝告诉他法兰西将得到洛林边境的童贞女的拯救。 1429年2月,他到达西农后觐见了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借上帝的名义坚定了国王的信心。 1429年4月,国王终于同意他率军持援奥尔良。 4月29日,甄德身披铠甲,骑着一匹白马,率领一支约有6000人的援军。 打着袖有圣母玛利亚像的白边军旗,冲向围城的英军。 在甄德指挥下,法国军队重创英军。 甄德的无畏壮举,大大激发了法国军民抗英决心,给受挫的法军带来了希望。 5月4日,在甄德率领下,士气大振的法国军队一举攻下了英军占领的圣路府。 保障了粮草补给道路的畅通。 此后,甄德率领的法国军队又接连攻克两座英军堡垒。 5月7日,在同英军进行的一次关键战役土尔斯堡战役中,尽管甄德身负建商。 但他仍旧冲锋在前,激励了法军的士气,扭转了不利的战局。 最后法军攻克土尔斯堡,歼灭了那里的英军。 第二天,英军宣布撤退,解除成为。 为表达对甄德的崇敬和感激,奥尔良人民亲切地赞誉他为奥尔良姑娘。 1429年6月27日,甄德率军攻下了理查姆等城市,他的个人荣誉也剩极一时。 但这时,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甄德了。 1430年4月,理查姆城左侧重镇康边。 在英军及伯根地联军的进攻下告急,5月23日甄德率少量军队赶去增援。 但由于寡步敌众他们被迫向康边要塞撤退,甄德亲自率领少数部队断后。 要塞城防司令弗莱因害怕敌军会趁势冲进城里,竟然拉起吊桥拒绝甄德入城。 这样,在部下大多数遭到杀害后,甄德也不幸被俘,落入伯根地军队手中。 查理七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拯救甄德。 在囚禁中,甄德也几次试图逃走,但都未获得成功。 11月21日,伯根地军队竟然以1000法郎的价钱,将甄德卖给了英军。 第二年,英军物色了一位法国神学博土科松,让他在卢昂宗教审判所主持了对甄德的宗教审判。 教廷宣判甄德犯有七十余条罪名,但都遭到了他的反对。 甄德在法庭上毫不畏惧多次博导审判官的指控。 据记载,甄德在巨大压力下一直坚真不屈,幽默风趣,最后只被判处着男装和反对教会罪。 据说他也曾签署了放弃信仰书,但两天后又声明撤销因此被判处重操一端邪说罪。 1431年5月30日,甄小的甄德身着一件灰色长袍,头戴一顶写着背叛者,堕落在一端的女人。 等字样的三脚帽在一万多人的注视下被押住卢王广场。 在那里,他被当作一个女巫榜上火行柱,活活烧死,十年十九岁。 或许是出于对甄德的静默,或许是出于宗教迷信,当时在许多法国人中有个传闻,认为甄德根本没有在火行台上烧死。 后来又有人考证后认为,1431年5月在火行台上烧死的那个女子并非甄德本人。 由此可见,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个悲剧式的结局。 1月6日,生日快乐,圣女贞的Jone of Arc。 圣女贞德所在的英法百年战争。 圣女贞德所在的英法百年战争是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战争之一。 在这场长达116年的战争中,英格兰和法国两国争夺对位于法国的领土所有权。 而圣女贞德作为法国军队的象征,扮演了关键角色。 她被认为是上帝派遣的使者,带领法国抵抗英格兰的入侵。 在百年战争的初期,英格兰军队占据了法国大部分地区。 然而,圣女贞德以其勇敢与决心鼓舞了法国士兵并改变了战争的态势。 她领导着法国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将英格兰军队逐出了许多法国城市。 她的声望与领导能力在战场上迅速扩大,成为法国军队的灵感来源。 然而,圣女贞德在1430年被英格兰军队俘虏并被指控为异端。 她经历了一场不公正的审判,最终在1431年被处以火刑。 她的死亡却成为法国人民反抗的象征,激励更多人加入战争。 最终在1453年法国成功驱逐英格兰军队。 圣女贞德的贡献和牺牲使她成为法国国民英雄,法庭在1456年7月7日正式宣布了贞德的清白。 她的故事也成为文学和艺术的重要题材,永远激励着人们追求自由和正义。 总结来说,圣女贞德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她的勇气和领导才能改变了法国的命运。 她的故事证明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奋斗和信念实现不可能的任务。 在最困难的时刻,人们仍可以通过坚韧不拔和信仰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例如,当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逆境时,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或者通过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人并提升自己的社交技能。 另外,一个人也可以通过寻求帮助和支持来克服困难,例如寻求心理咨询或加入互助小组。 总之,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人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行动和信念来克服他们并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证明这一点。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面对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对抗,但是仍然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向公众传达平等和正义的信息,最终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支持和尊重。 他的信仰和奋斗精神鼓舞了整个美国的民权运动,为消除种族歧视和实现平等奠定了基础。 这些例子表明,在最困难的时刻,人们可以通过坚定的信仰和持久的努力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无论是个人生活中的挑战,还是社会历史中的变革,人们的信仰和决心都可以成为最强大的武器。 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月6日,生日快乐,圣女贞的Joan of Art。 圣女贞的坚韧不拔的个性,换个角度看自己。 坚韧不拔的个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质,特别是当我们面临挑战和困难时。 它代表着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并且有信心克服困难。 这种个性可以通过培养自己的毅力和自信心来发展。 此外,它还需要我们学会从挫折中学习和成长,不断地挑战自己并且不害怕失败。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这种个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压力和挑战,并在达成目标时更有自信和成就感。 当我们面临挑战和困难时,往往会遇到许多阻碍和困难。 这时候,拥有坚韧不拔的个性将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冷静,保持专注,并且不断地努力克服困难。 如果我们放弃了,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达成目标的机会,也会失去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培养坚韧不拔的个性,并且在面临挑战时保持积极、坚定的态度。 首先,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 当我们面临挑战和困难时,往往会感到压力和焦虑。 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思考和解决问题,并且更好的应对压力和挑战。 其次,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树立目标并且制定计划。 在面临挑战时,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将会是很重要的。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掌控局面,并且更好的应对挑战和困难。 最后,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从挫折中学习和成长。 当我们面临挑战和困难时,往往会遇到挫折和失败。 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从失败中学习和成长,并且不断地挑战自己。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和成长,并且在面临挑战时更有信心和勇气。 总之,拥有坚韧步伐的个性将会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面临挑战和困难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应对挑战和困难,并且在达成目标时更有自信和成就感。